小港国际机场旅客持护照 准备出镜瞬间 超大看板整片砸落 直接卡在出镜通道上 旅客出镜差一点被砸 真的很惊险 原本看板位置在二楼 从二楼高度往下坠 看板长度超过三米 但机场却说 珍珠板材质很轻不伤人 网友看到画面傻眼 被砸到可以求偿吗 最好珍珠板砸到不会痛 小港在地机场 不是国际机场 国际门面看起来好廉价 就是怎么那么容易掉下来 这样的民众可能如果一天 可能不是我的话 可能是老人的话 可能会很危险 像整个东南亚 整个国际上 高雄机场来讲的话 算是有点落后 你出去外被砸到的话 可能会影响精神嘛 开心出国要是被看板砸中 真的很衰 而销浪机场回应 十五号下午十二点多 看板无预警掉落 索性无人受伤 未来会加强设置 全面检视 有没有类似的宣导看板 我们会做加强的固定 广告厂商挂看板固定不佳 掉落杂地 真的有损国际形象 看板位置现在一片光涂涂 不但不美观 还被旅客狂酸 落后的小港机场 进步空间恐怕还很大 借金线中高雄报道 我是陈继根 从采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